要錢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他就是沒錢才跟你借錢嘛 是 那你借完他就會想要錢嘛 問題是他沒錢啊 你想要要回來的你就不要借 那你要借的你就不要想要回來 像最後借碰狗也沒有打算要要回來 喂 喂 喂 你自己施工沒關係了 等我會有點等 很像每一句名言 我... 距離就是一個就是有欠債 然後一個討債 你們現實有沒有真的因為資金窮困 真的 我是有借人家錢過了 不要錢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他就是沒錢才跟你借錢嘛 是 那你借完他就會想要錢嘛 問題是他沒錢啊 我後來就變成說 如果真的你跟我很好 我真的要借你 我就會跟自己說 我這個就是要給他了 你又要幫他 你就幫到底吧 你就不要拿回來了吧 我會勸大家想要借人家錢的就是 你想要要回來的你就不要借 那你要借的你就不要想要回來 我會有點等 講每句名言 我很年輕的時候 那次是我借信貸借給人家50耶 我還在足課的時候很窮耶 對方就真的爆了 然後也沒辦法還 我就說那沒關係 你看還多少算多少就慢慢還 但後來遇到好人 然後最後還是還給我 像最後借PONGO 也沒有打算要要我 喂喂喂 自己施工沒關係啦 這真的沒有借給PONGO 一定會幫忙的啊 但我會跟PONGO講就是 我真的能幫得有限 那我不會跟他要 不講金額 一點點而已 沒多少 其實沒啦 他去工作了 他上班 他現在上班族 他現在把我賣掉了啦 他有幫我找一個專業的經紀人 然後幫我處理一些細的東西 他慢慢的就是 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覺得他打算 他如果上軌道之後 我就可以退休了 我就帶小孩了 他去一個診所 當一個類主管 就是他的管事 長高 他一直覺得他太矮了 然後他覺得長高這種東西 可以讓 跟他一樣被升高 限制 然後覺得 很沒有自信 跟想要長高的人 可以帶給他們一個 長高的機會 於是他就投入這個工作了